跟從汪精衛那些都沒有好下場 那汪精衛自己本身就早逝了 那你究竟汪精衛是不是漢家 華叔就很斬釘截鐵 就說基於他的行為 投靠日本 已經是漢家 其實華叔走之前我也想問他 如果他當年用這樣的邏輯 去定汪精衛是不是漢家 那民主黨 支持政改方案 投靠共產黨是不是投共呢 如果純邏輯 當然我絕對不會用漢奸的調子 來描述民主黨和華叔 如果用純思為邏輯的推論 汪精衛一生貢獻給這個革命 命都不要了 和民主黨的那些人 爭取民主的犧牲 相差九千多萬里遠 人家去刺殺清朝的大官 不得被判辱 判死刑 是吧 都眼眉 都不皺的 還作手做忠師呢 就是引以自豪 是吧 就是這些 就是那個的 為這個政治的理想而犧牲 來投入這個革命的工作 香港的民主派 就是實話都沒有一撇 但是隨後都被定為漢奸 那你民主黨 最後接受這個政改方案 更加是接受和共產黨的密室政治 其實 從邏輯推論 如果從行為本身來判定 和華叔的邏輯來說 這個都是投共的 就是不用簡單說了 整件事 你要看不看一看民主黨的動機 還有結果做了什麼出來呢 動機就沒得說了 那我華叔都不說汪精衛的動機 汪精衛那時候 特別是汪精衛的愛人 在這個其後 陳碧君 陳碧君 其後在這個法庭 在這裡審這個 有關那個 投入那個問題的時候 陳碧君都很意正嚴恥地說 汪精衛有什麼賣國呢 當時汪精衛負責管的地方 已經全部是日本管治的了 汪精衛管治的時候 為人民帶來的穩定和福祉 比蔣介石高 那時候保護重慶的 所以這個邏輯的推論 你同樣可以 民主黨可以同樣邏輯說 我引入這個新功能組別 帶來新的民主 至少直選多了五席 所以這個 所以跟華叔去判斷汪精衛的邏輯 真是去論述民主黨 其實挺有這個意義的 大舊說了 我就說了一點 不過剛才跟大舊說的 那個話題未必相同 但是既然大舊說到 我也要提一提 因為我跟司徒華的接觸不是太多 由於我做記者的關係 其實有個別的情況之下 我也訪問過他 其一 我很多年前 我也主動問過這個問題 我問他有生之年 他預測會不會見到六四平反 他當時 是很有興致地回答這個問題 他也預計到 他也會七十個外 但是當然 他的評估是相當清醒 事後也在他的文專欄裏面 是回顧這個問題 他當時特別說到 他有記者很有禮貌地問他這個問題 就說你 首先在這一點上 謝謝他 但是我想 既然華叔已經過世 其實六四平反的問題 已經很清晰地見到這個結果 就是他有生之年他見不到 但是這個不是代表 六四的平反是遙遙無期的 但是這個和華叔那個人生的看法 有些少關係 那譬如你每一個人 就回你那個生命之中那個追求 一日未達到 你那個生命的價值 仍然覺得有點缺陷 就是我記得我們 整個小莊派 我和阿土和整個人 要脫離民主黨的時候 特意去找華叔 聊過一次 其實以前我在這個節目 都提過部分的情況 那當時我們跟華叔說 就是我們走了 就是都離開民主黨了 那當時華叔跟我們說 就說你們怎麼搞民主黨都可以 一定不可以搞支聯會 還有他很強調 他生命之中 他想畫一個完整的句號 就是支聯會那個的穩定 還有他繼續領導支聯會 在華叔來說 是生命中完整的句號 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那他覺得 就是你平反六四與否 能不能夠有生之年做到 在他生命之中呢 當然是重要 但是都未必 不是這個完整句號的 最重要的那個圈 完整句號最重要的那個圈 就是支聯會不可以亂 還有是他繼續領導這個支聯會 這個是其一 其二就是一個 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也值得拿出來說說的 就是在那次訪問 都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前 我有個機會和司徒華一起吃飯 當然很多人 在席間他特別提到一件事 是完全是大家沒有這樣的準備 就是或者沒有這樣的預備的時候 他提出了 就是他解釋了為什麼當年 在八九大概是六月之後 為什麼三罷是最生氣的沒有做到 這個不是直接去評論 而是間接去講 就是他特別提到 在六四之後 大家會記得在旺角有一次暴動 那次暴動呢 就是在三罷之前 他是說到 暴動那幫人 在被抓之後 是第二天 港英政府是全部馬上放了 而是沒有任何的追究 那他現在 我想這個大家聽過之後 其實是明白為什麼 會發生了這件事 那為什麼我特別拿出來說呢 我從這一次他這個講話 我是推斷到 司徒華其實是相當之注意 他在一些重要時刻 重要的歷史時刻 他作的決定 還有這些決定的原因在哪裡 由此呢 我有個感覺 就是去年的五區公投前夕 他曾經是支持過五區公投 是很明顯的 而且也是講了人命出來 而在兩個星期之後 他是把這個決定完全倒轉 還有不承認自己支持過 甚至是反 就是 說自己從來沒有支持過 我覺得如果以他 就是以我看他的人 其實這個決定的改變 他是應該有交代低 或者寫低 或者講了 他為什麼會這樣做 他未必一定會寫低 剛才我開始的時候講過例子 就是支聯會創辦期間 就是華叔公開 就是講一些不是事實的事情 他認為有更高的理由 更高的價值 那個的要求 要他做的他就做 等同他不承認他 這個講過支持五區公投一樣 他可能當時他認為 自己有更高的政治的理想 更高的道德的標準 就是因為他覺得有另一件事情 是要凌駕這件事情 所以他有這個決定 但是我覺得以一個 他這麼重視自己身後評價的人 這段歷史他又會交代 我相信華叔不會 就是華叔我自己 當然我們看有沒有任何文獻出 就是以華叔那個做事的作風 一些對他有負面的事情 他不會 但是或者他覺得是正面 那留待這個 就是日後 看他的文獻 看他參與他的手稿 或者不知道有沒有日記 希望可以好像李鵬日記一樣 還是找到出來 其實他在之前都講過 就是我想這一兩個月 他花了一些時間 或者很多時間 是盡量把他自己的一些重要的決定 或者重要的回憶 嘗試是記得下來 或者不一定經他手 而起碼他會說出來 就是他不做立法會議員之後 我多次見他 我一開始說華叔 放些時間下去寫回憶錄 就是香港人很少有你這麼豐富的經驗 和接觸 最後就是 他可能寫了大半 他應該正在寫的 寫到哪一部分 以及究竟可不可以完整出書 可能要再靠些人整理了之後 但是那份東西整理了之後 有多少是華叔的 最重要的這件事 就是原本的意思 這個難以估計 但是我想怎樣也好 其實支聯會這段旗幟 是很肯定一定會延續下去 看看會不會再壓結束一黨專政 我想正如我在這裡講 就算那個有什麼改變也好 其實香港人是會堅持回 在二十年多以來 這個訴求 長江 我就沒有你這麼有信心 民主黨都轉了 支聯會有什麼可能不會轉呢 都是那一句 幸好還有社民連 社民連現在都七國這麼亂 社民連都不知道熬到今年年尾 什麼今年年尾 現在是2011 這件事我和大舊有些不同 我始終對前景稍稍樂觀 因為你破壞到一個程度 是無可救藥的了 上次我都講了 我由這個希望 期望 盼望 失望 到面臨絕望的邊緣 OK 我現在是到面臨絕望的邊緣 至於有多少成員 有很多成員已經說絕望了 究竟有多少的核心 仍然是有希望的呢 我覺得失望就越來越 失望就肯定了 但是有多少到絕望 到無可挽救的絕望呢 我想短期內會有這個分曉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司徒華 在那個五區公投裏面 那個決定或者那個做法呢 現在我們有沒有一個足夠的推斷 大概那個時候 他為什麼會有這個思路 為什麼會有這個轉變呢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他覺得不反對五區公投 救不到民主黨 說來說去都是民主黨 在他最後的心目中 這個是要始終 所以Martin那句話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黨的利益 凌駕 凌駕了嘛 所以你看到Martin說話很含蓄 但是他那句話呢 是整個民主黨決定的主要理由來的 就是說 一個就將民主的利益凌駕在黨派之上 一個就將黨派的利益凌駕在民主運動之上 就是其實華叔都將他一生的聲譽 壓了在民主黨的利益身上 所以他其實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令人難以接受的 比如說了那個四人那個的 名單五人的名單五人的名單 不是 就是吃飯 跟黎智英、陳太 講了四個人 講了四個人 吃飯 這些以華叔過去來說是不會做這些事情的 明顯也是這樣 他有更高的政治的目的 或者道德 就可以做一些常人認為不道德的事情 這就是手段和目的之間的取捨 所以為了目的 不擇手段 OK 我們第一次在這裡結束 第二次再回來 我們剛才提到斯塘華的幾個事 大舊就在司徒華逝世之後很快就在討論區裡面貼了一個馬丁路德金的金句 你為什麼會選擇這個說話出來呢 我不知道網友大家怎樣演繹 這個金句算是我的獻詞一樣 我不但給華叔也給很多在這個民主道路上的朋友 因為華叔特別是去世前一段期間 我仍然覺得華叔是有很多的怨憤在這裏 有不少的怨憤在這裏 特別對不同人士一些的評論 其實這些的怨憤也都可能這些怨憤令華叔最後反對五區公投 我覺得華叔因為對毓民的不滿 多年大家都知道華叔一直不喜歡毓民 那就是對毓民的…